澎湖空难夺走48条人命 厘清事故原因究竟是天后状况不佳 还是人为疏失 民进党团今天请相关部会 到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 至于两个黑盒子都已经完成解读 非安会明天上午将公布 飞航轨迹重建的相关资讯 澎湖空难追事故责任归属 复兴航空制一222班机失事前 的确曾向马公塔台 要求改降落到有盲将系统导引的 动梁跑道遭军方拒绝 空军昨天已无权干涉塔台管制事宜 不需要知会 但民航局的回答立刻打脸 天驹部队没有进驻的时候 它的跑道是由塔台来决定之后 通知基地 但是如果有天驹部队进驻的时候 因为有进驻 譬如说7月23是天驹部队进驻的时段 是的 对民航局来讲 因为这一定不是第一次嘛 你们每年有台风嘛 对不对 你们需不需要经过空军高情的同意 如果要转换跑道的话 需要的 军方认为不需要知会 那为什么还接受转换跑道申请 并延迟了十多分钟无回应 机长可能因此才决定改回原本的两栋跑道降落 我们的高情官他是一个飞行员 在那个风向风速 而且这个马工机场 动梁跑道 他是一个下坡跑道 吃滑跑道 顺风 然后就是那个雷雨的情况下 所以当他提出这个申请的时候 他为什么会耽误这么久的时间 他是基于他飞行员的考量提出了这样子的质疑 有没有因为延误通报酿货 当天值班高情官也列席 面对媒体追问不发应 另外恶劣天后仍然放飞 令委质疑民航局违反标准作业程序 要求民航局长申起负起责任 目前黑盒子座舱语音记录器 及飞行资料记录器解读都已完成 连会将在周五上午 公布飞行轨迹重建的相关资讯 新厂亚台电视 陈文摩张明竹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